全球爱好原始点的家人们大家好 今天是2023年4月2号 张医师线上课程 我们今天的主题是 实作教学 还有原始点守法3 张医师我们2023年整理更新的臀部 还有见追的按推跟注意事项都整理好了 我们先播出这两段视频 臀部原始点 它的位置 第一个要找的时候 是在胯骨上沿 拇指微微往下 然后往内轻轻按推 要碰触到骨头 这一点就是了 找到第一点之后 如果熟练者直接就从这一点紧贴着骨旁 一直按推下来 这样就可以了 如果出鞋者没有把握 也可以先把尾骨骨旁这一点找出来 两点粘成一线 而这一线紧贴在骨旁 这样也是一个方法 这个动作第一个要注意的是 它的脚已经太前面了 为什么 它的脚站在这个臀横纹对过来 它的脚掌已经超过那个臀横纹的位置了 而且超过蛮多 所以它应该会变形 所以它还是要往下移 好 这是第一点 这个大于90度很明显 这个有没有大于90度 通通大于90度 那代表它的身体怎么样 太后面了 它没有身体 对对对 它还要 这个就正常 这个动作标不标准 差在哪里 对 它刚刚的动作是小于90度 它们刚好相反 它是身体太往前了 还有一个它的问题 事实上还没有整个靠过来 有一点轴对肩的味道 所以这样越往下它有一个 有可能越往下越离骨头偏了 它一定要靠过来 才会沿着骨旁下去 好 这个一看就知道 这个一定是做不出来 然后这个手应该要扶在这里 它也扶得太高 这是第一 两个问题 那还有怎么样 它那个脚站得太直了 也没有弓箭步 所以它没 这里就比较平了 那这样就有了 那这个还是有一点大于90度 所以这个就要怎么样 它还要继续往前 它往前这个蹲下来之后 它身体再往前 整个 它不是只有身体 它整个全部都要往前 这样才有办法 这样才有办法做出来 那它在转的时候还有一个 它这里感觉有一点稍微塌 它应该是这样 那这个脚就自然 它如果有蹲 这一脚就这样 我们第一步是这样 那扶着 对吧 那我靠过去 有没有 我的手不能太高 有没有 如果我高 那我 我势必要保持90度 我变成 这个轴 就会对到你 不可能对到胸 所以我一定下去 那这样 第一个 好 那这个呢 这个如果我要靠过去 我的脚自然怎么样 过来 但不可能悬空 你一悬空 你就有一点身体这里失去 想把人家靠过去的味道 它还是要有着地 那重点在这一个 这一个脚步 好 那我靠过去 那这样就可以做了 好 那它在做的时候 我是觉得 我的腰有没有塌 你们再看看 有没有塌 没有 那塌就是 如果这样 这样就塌了 微微的塌也是塌 那这个还是有问题 所以 一定是这样 那胸塌的是什么方式呢 变这样 这个叫做胸塌 你们常常会胸塌下去 胸也是拱起来的 所以腰也会塌 胸塌 从背后不容易看 但从前面会变成怎么样 埋头苦干 然后这里距离变很短 这个叫做胸塌下去 这个也做不出来 第一个 这样看 第一脚 就是 也可能如果站错就可能下来就变形 一定是臀恒纹对着这里 那这个手 扶着 然后 第一 第一点找出来之后 那身体呢 靠 弄出来之后 靠过去 好 靠过去 肘对胸 那这样就可以了 臀部照理也是一样 它是面对着前面 而非斜的 但一般人开始看屁股的时候 就是斜斜的 那斜斜的怎么办呢 它找出来也是这样 好不容易找出来 它身体也是斜斜的 你看它也弓箭步 但是因为整个身体是斜的 它就容易怎么样 不扎实 也不容易靠到骨旁 它是沿着骨旁 容易偏离 然后患者也感觉不扎实 它的揉法变 变有这样的味道 好 那我们实际上是 一定要这样 正面 那所以 整个骨盘是要 往前的 而非骨盘是 往斜的 这个才是正确 那这个姿势 做正确了之后 你手扶着 然后第一点也找出来 你整个身体 这样 虽然超过90度 然后这里肘也对肩 那怎么调整呢 你靠过来 然后往前 身体往前 这里90度就出来了 然后脚自然就往外撇出去 后脚 那这样 重心就很稳 然后这里手 很自然的就 就变成这个姿势 那这样揉下来 就可以沿着骨旁 根本不用看 就可以直接 一直揉到最后一点 那揉下来 揉到最后一点的时候 因为它 重心就低了 所以你可以蹲低一点 那手可以抬高一点 这样才可以顶得到 做错的时候 它一般 就是这样直直 这样揉下来 那这样容易偏离 甚至到最后一点 它也不知道 这个姿势 好这是斜的 另外还有一个没有靠过去 没有靠过去 就是这样靠过来 靠过来它才能够怎么样 轴对胸 但因为没有靠 它其实是在出满力 也就是它用手轴的力 手的力量 那这个揉不深 也就是如果要揉深层 它揉不进去 然后第二个 因为你没有靠 它不容易在骨旁 也是容易偏离 所以 这里 这个姿势一定要特别注意 就是 一定要靠 然后 还要怎么样 掌心往下 这里也不能这样 抬得太高 它势必怎么样 90度湿气了 它势必身体就会往后 那往后变成 轴又对头了 也又犯了同样的错 所以这时候怎么样 你看揉臀部如果 手拿得太高 就不用揉了 因为 它 轴已经对头了 所以 还是要放下去 跟前面整骨讲的 上背部讲的一模一样 所以都是这样 然后这时候身体再往前 那这时候 轴才能对胸 然后你又靠过来 轴也对胸 那这样是标准的动作 我们现在继续来按推 臀部原始点的按推方法 一样坐姿一样 它的屁股对屁股 所以都没有变 这些不需要变 它工具一样 用轴部的工具 只是这时候 是掌心向上 好 那我们先把位置找出来之后 这是第一点 然后工具放上去 放上去之后 你这时候 一样要稍微转身 身体稍微转过来 第四点 第五点 好 这里要注意的是 第一个点 位置一定要找准确 一般都会放到第二点来 所以 比一定要确实 就在胳骨下眼 拇指往下顶 这个第一点 所以位置找准确了 那就好办事 万一身材娇小的人 那就要回复到 之前的坐姿 也就是 我们要 坐往下一点 臀横纹对臀横纹 那 手 扶在它的腰椎 那位置找出来 这是第一点 工具 就把它放上去 那这时候 我们要注意 你靠外侧的脚 就要 往内缩 然后整个身体 把它用脚尖 顶起来 然后身体往前靠 往前靠之后 肚子微微往外翻 好 这样就可以做了 这是第一点 到第四点的时候 我们身体自然 就可以坐下来 好 另外 这样按推下来之后 下面这两点 有时候 力量稍微薄弱 如果要按推 比较深沉一点 我们可以改个 坐姿方式 脸朝脚 那坐在 臀横纹对着 它的咖骨上沿 然后工具一样 肘部 然后掌心向上 然后直接放上去 这个做法对 臀部的下面两点 力道比较大 另外要补充的就是 臀部原始点 如果 肉实在太多 揉不进去 也可以考虑 患者的脚 放在另外一只脚上 那这里就高度 就高起来 比较好揉 也靠近你 那这样揉得比较深 臀部的按推方法 掌心向上 如果癌小的要加大力量 那它的 姿势一定要 变化 也就是这一脚 这样把整个身体 抬起来 然后放上去 也就按推臀部的 低一点 然后整个身体 稍微 往外翻 这样压下去 变得非常有力 好 那这样我们就可以揉得到 好 这样按推下来 之后 这是最后一点 好 我们现在按推完之后 我们再 按推对侧 一样 屁股对屁股 做好了之后 然后 转身 好 咖骨上眼 拇指往内顶 这是第一点 好 工具 直接放上去 那一样转腰 好 掌心向上 这是第一点 好 这是 高度比较高的人 都可以做得出来 如果 胶小的人 他要做臀横纹 对臀横纹的时候 要注意的事项是 第一个 你姿势摆出来之后 你第一个脚 一定要缩过来 这样才能 用靠脚尖 把身体整个顶上来 但在这一个脚 一般人 很容易犯错的是 有时候过大 那这样 这样就顶不起来了 这样 因为距离太宽 所以正常的距离 差不多与肩同宽就可以了 然后 缩到床眼 然后这样把它顶起来 你看 这样差不多与肩同宽 而绝对不要 拖到这么长 然后还要注意的就是 本来这样 然后这个脚 缩过来的时候 这个脚的 指尖是往墙壁的 往前面这里 那一般人 有时候还在这样 这样对翻身 就有困难了 所以为什么要这样 这样身体就可以展开 所以 它第二个要变化的时候 这样来 好 这是最容易犯错的 那 第一个就是这样 好 差不多与肩同宽的位置 然后把身体整个撑起来 撑起来之后就不会压 那如果你这样 位置太大 你就会坐上人家的腿 或是你这样翻得不够 你会紧接着把人家压到 所以务必一定要到这里 然后撑起来之后 这些问题都解决了 好 所以这个动作就是最关键 那这个手不能抬得太高 一定要放下去 然后这里一样要呈现90度 好 第二点 好到第四点就可以坐下来 找臀部 第一点 先 这个摸 这个一定有咖骨 摸到骨头了 那拇指就要下来 这样下来 直接顶 这样就一定是第一点 上面那个是咖骨上颜 那就不管 你看我们的上颜是这样 解剖鞋是这样 那我们摸到这一点 所以这个绝对是顶 这个是咖骨的上颜 我们就不管它 所以一般下来 咖骨只上颜下来 低一点 那往内顶 那个一定有骨头 骨头旁边 这个就是第一点 做久了只要一般 如果熟悉了 你摸到这里 你差不多一个位置差 那大概就是这一点 好 所以直接就手靠下去 那你看 靠下去的时候 你们就会发现 我的手一定是平的 这个要养成习惯 绝对不可能拿起这样 那如果是平的话 它这里又要保持90度 那你知道怎么样 往前 身体往前靠过去 那这样往前靠过去 就90度了 对不对 好 那这样就可以 这是臀部才这样 但是这样还是有一个后遗症 就是有压的感觉 我一般是不喜欢有压 但是你看臀部距离这么远 你再怎么调都会有压的感觉 它是在这一点 你看这里离身体有没有 你沉不下去啊 那个不可能90度啊 那这时候只好怎么样 臀部稍微垫高 这里就有一点压的感觉 这一手为支撑点 那我们还是以90度 然后这样 轻轻松松的沿着骨旁 身体就过来了 那过来的时候 到了第四点 这里手就会翘起来 为什么 太近了 然后它这里又滑下来 所以就会有变这样 那这个没关系 好 那大概臀部的外形 大概就是这样 好 那因为它这里滑下来 其实没什么力量 所以最好再反过 来 靠过去 把超过这个位置 然后一样 你看我的手也是怎么样 平的 平的 然后这里90度 然后就可以这样 这个力道是下面比较 可以压得比较深 刚好它是由下往向勾 好 这是坐姿 站姿 吞横稳对过来 还是照早期这样 有没有 我手一定是这样靠过去 那我开始调身体 有没有 我身体就往前 一样90度 所以你到最后一定都是90度 这个都变成一个习惯性 这一点痛吗 有比刚刚痛 因为站姿比较有力 嗯 是 所以要揉身 力道比较大 对 所以让你们也了解 有时候坐姿力量发挥不出来 这个整个就沉下来 这个整个沉下来 这个整个沉下来 中心沉下来 好 那按完 舒缓 舒缓一般很少做出来 它是黏在一起你看 你看我从来没有离开它的肉 有没有 那即便我这样也没有钝 对吧 黏着 那如果你稍微有一点点距离 稍微即便感觉还有 还有一点点哦 你再下去的时候就是钝 就是它说的钝 然后有一点撞击的力道 那这个就是它说的不顺 然后它是黏着 你看我整个肉还贴着 我手一直不离开它的肉 这样就不会钝 然后它是垂直下去 这个如果做得出来 又可以解针又可以舒缓 一样这个左手舒缓一样 我大部分是把肉抓过来 这样紧贴着抓过来 然后垂直下去 来你们注意 这是分解动作 这样分解动作 好分解动作 分解动作 我黏着哦 黏着才钝下去的 完全没有离开 这样抓过来 这样 对我这一手当支撑离啦 让整个身体也下去了 所以我的身体跟这里 其实如果在 在你们再看紧仔细一点 我把它拉过来的时候 你看我的脚 然后跟身体 你们再注意我的脚跟身体 跟着动 有没有 我又没有在动 然后我把它拉过来 身体也稍微过来一点 我直接压下去 哇 这个就有一个力量 所以他才会说 应该我这样揉下去 应该是最深层的 对不对 那我是靠 那我是靠什么呢 靠我把它拨过来 拨过来 我身体也回来 然后我再 这样 压下去 再往前去 压下去 建椎部原始点 位置 如图中红线所示 四指并拢 以十指压底骨中线上 令其根部与尾骨对齐 此时 小指尖上方之位置 为参考点 再从此点微条 找一压线点 若在此点向上 向内顶压 都碰触到骨头 则此处即为 间椎原始点最高点 由此点向下行 指于坐骨 涵盖范围 下臀 间椎部原始点最高点以下 臀横纹以上 及其前方小腹 如图中棕色区域所示 由赵信荣医师提供 我们现在来介绍 间椎部原始点 首先 要确定它的位置 以拇指指尖 轻触尾骨 这个拇指 放在尾骨 这是尾骨 已经顶到了 顶到之后 柿子合并 然后十指 放在骨头上面 这时候 为指上端 这一点 固定 固定之后 为参考点 然后往上 碰骨头 这是骨头 然后内侧也碰骨头 这就是我们 间椎部原始点 第一点 之后 平行于脊椎 直线下行 到坐骨 约列有四点 好 找到位置之后 这时候 我们一样用手肘的工具 这时候手肘 我们的掌心 是向内 然后还要稍微翘高 而非像腰椎这样 掌心向下 而比较平 所以间椎它的工具是这样 好 然后工具一样 脚 跟这里的距离 一定要自己量好 这时候最好 要揉深层 双脚稍微 张开一点 这样才能够把身体下沉 微微张开是不够 这样 坐不下来 重心不稳 好 我们稍微张开一点点 好 那一样 是坐下来 沉下来 而非这样翘起来 所以脚一定是微蹲的 然后 一手固定在患者身上 然后直接把工具 按在我们刚刚找出的点 位置 然后整个身体往下 带 好 开始按 推 推也是前后推 跟上下背部一模一样 第二点 按 推 按 推 按 推 如果要揉 同侧的尖椎部 最好还是要走过对面过去 操作方法跟刚刚一样 然后 脚 脚 与肩同宽 然后一手固定 然后工具也是用手肘 掌心向内 稍微拉高一点 然后直接顶进去 然后身体往下沉 按 按 按 前后推 按 推 按 推 按 推 推 按 推 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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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 按 推 按 按 按 一按 按 İş 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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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来比较矮的 一定要懂得 把患者的姿势稍微调整一下 也就是靠同侧床沿 把它靠过来 这样它就容易操作 如果没有 它身体整个 屁股会翘起来之后 整个就变形 因为这个动作要身体往下沉 臀部要做下去 然后它变成这样 太过去就会变这样 所以当它移到 比较靠近自己的时候 这时候就可以做出来 那臀部就可以沉下来 所以一定要注意这个姿势 以下是尖椎部的注意事项 如果按尖椎 假设这一点在这里 那我们还是这样 走过来 然后这样 有没有 然后身体就怎样 靠过来 靠到床 那你们有看到我的前后脚的脚尖 有没有 它整个身体沉下来 然后这一手其实也没有用力 整个都沉到这里 那这样 它只是前后 这样力道会很大 我发现这样大家都可以按得出来 然后又轻松 不会像以前这样很难按 这样力道很深层 这样力道很深层 这样清楚了要不要再示外一次 弓箭步 如果要按尖椎 这样 就像我们按臀部一样 然后这一手扶着 然后整个靠过去稍微转过来 它身体变这样 不是这样喔 这样就很难按 这样 然后手 手是这样 对不对 还是原来这样 掌心 然后脚 有看到喔 脚有 都是垫脚尖 然后这里 这里就放松 这样就沉下去了 整个力量就在这一点上 那所以我们的手 一般不出力 我这样去平衡 非常深层 比原来的都好很多 我觉得这样会 大家容易学 然后又能解症 因为现在所有的手法 都是为了解症 对 不是为了考试 接下来要示范的是 尖椎的按推方法 那尖椎 你站姿 就是正面 最好 第一个 脚不要脏得太开 散得太开 一定做不出来 那应该怎么站呢 与肩同宽 第二个要注意的 不要站太后面 接近床沿 你对下去 那个指尖是对床沿 这样就可以了 好 这两个站没有问题了之后 我们才开始来审核我们的工具 第二个 我们要用的 一样用手肘 但这一次手肘的拿法是掌心向内 我们来示范给大家看 一定要蹲下来 工具拿出来 如果还要往下沉 那你的脚一定要往外张开 这样整个身体才能够往下沉 也就是我们的下盘整个就往下沉下来 绝对不要揉了 然后屁股翘起来 不是这样 而是沉下来 好 那这样 你的手肘 对着是你的下巴 然后这一边的角度 会稍微大于90度 这个是正确的 太直不好按推 一定要稍微大于90度 这里有一点点斜斜的 这样比较好按推 我们再来示范 一般容易犯错的 第一个脚张太开 那你身体就不容易往下沉了 就会变这样 然后一直用手的力量 第二个站太后面也不行 你即便站得与肩同宽 但是站太后面这样下去 你那个脚就不容易微蹲了 然后屁股自然就会翘起来 从后面看几乎就是平的 这也是容易犯错 那再来一定要微蹲 不微蹲的话你也没办法做 这时候你只有揉表皮而已 因为这里肉多 你要揉到深层 势必一定要蹲 而且脚还要往外张开 这样才有办法沉下去 把身体沉下去 如果你不蹲就是这样揉 那如果蹲了 然后把腿往外张开 整个身体就会往下沉 那这样力量就出来了 然后还有人在按推的时候工具 本身就是一般用腰的这样揉法 也不对 这个也揉不出来 这个也要注意一下 再来还有容易犯错就是上半身的姿势 第一个揉剑椎的时候 我们称为他胸了 他整个就下来了 这个距离太短 整个胸就塌下去 那怎么样才不是按塌胸呢 你这里一定要有一个距离 所以整个就要 身体就要拱胸 这样就可以做出来 另外还会犯错的就是 他不是下盘张开 他是怎么样 他靠腰以为他这样就可以身体下来 然后可以用力 这个也是错 因为你下盘没有蹲下去 那这个身体下去 那个叫他腰 也没有力量 也是揉表层 所以你第一个 你一定要把腿扳开之后 然后真的身体往下沉 而不是靠身体塌腰 那这样就能够做出来 所以他胸做不出来 塌腰也做不出来 这两个都是最容易犯错的 这样算不算屁股蹲下去 不算 所以以后遇到这样都淘汰了 他这里就没有蹲 所以他没有沉 他那个力量是进不去的 所以你看形式 几乎就他能做到几分 你已经都可以预测了 这个是做不出来的 那如果他做得出来 除非他很壮 然后是用蛮力 但患者也不舒服 那我的整个咖骨是沉下来的 那你们如果以前的习惯是这样的话 屁股翘起来 然后上半身下去 然后埋头苦干型的 那个肯定都是不行的 头一直没有起来的 那肯定是屁股都翘起来了 那这个一定要有一个怎么样 他还是 因为你沉下去这里就宽了 那这样力量才能施展出来 接着再播老师给台中办事处的手法讲解 轻跟重都可以顶 也这个不是理由 说怕对方痛 其实本来就不应该让人家很痛 你们第一步要学先不要学柔 你先放下去 那什么叫顶 这个叫做顶 这简单嘛 但是光这一个动作 我告诉各位 你们一半的人做不出来 就是他很简单 就是放 放 那我的前头是软的 然后什么叫顶 稍微往前 然后身体沉下去 然后前头就进去 而不是用这个手 我的手这里都是松的 所以我是身体稍微沉 沉 然后顶进去 这样就可以揉到深层 然后你们一直不敢播 我这个前头不敢左右摇摆 你们都常常这样一点点 事实上他就是这样 大力放开来 那这个才是叫播金 所以我说如果要求你们严格 应该没有一个会通过 现在台北 我现在是要求他们这样 就是放开来做 那第一个 要学就是第一个一定要懂得顶 这个叫放 放到位置 然后顶 这样就叫顶 你这个做不出来 你们不能解症 然后这样又不会硬 你看我下去的时候 我的前头有没有 你们注意我的前头有没有 有弹性 你们不是 你们是硬帮帮 然后就顶 然后就开始 这个叫硬 所以妹妹你们一出手 她就不让你们按 那这种手法 对重病来讲 你们是真的会很挫折 就只有一开始就是这样 所以这样 然后顶 我再示范一下 那个枕骨 她说她没有顶 我大概就知道 她不懂得用身体的力量 她还是用手的工具 被说她没有顶到位置 她是偏下面 一般我们的志工常常会揉到软 这里对不对 这里插太远 我要的是这里 我说骨肉交界处 只要用这个工具 前头的这里工具 食指野法 或是这里手腕 然后去梳法 这里脚一定是站直 我看我们很多志工 还这样稍微弯曲 那个都不对 然后站直 身体弯腰 然后这样点下去 或是你推也是这样 你看我脚一定是 几乎快并容 也不要脏这样 然后稍微弯这样 这样没有力 然后这样身体就可以沉下去 然后这里要有一点位置 来我告诉你 这样 这里要出来啊 我看你 你有一点夹紧了 你这样一定是不对的 放 顶 我这样已经顶 顶是靠谁在顶 我这里一直没有动啊 那你是怎样 你这样叫做压了 你要用这样压了 我学你啊 很不舒服啊 他这样放 然后顶是怎么顶 我已经放好了 顶 我身体自然下来 这样力量就深沉进去 很深 然后又没有完全没有压迫感 是由我身体在主宰着 这样 这样把工具带下去 所以我手永远是软的 所以就不会有人说我 为什么会 我张医师的手为什么会揉揉的 但又可以揉到那么深 因为我手永远保持这个状态啊 然后我是靠身体啊 然后我手只是来回 所以我手这里都是松的 那你们是用压的 你们现在这样 然后姿势摆一个 然后接下来就是 这样用身体去压 那我是用这样沉下来 刚好两个方向不一样 你一直在用满力啊 放松 我吸钱 然后甚至有一个弹性也可以 好 这样开始动 就是这样 手保持这样 然后幅度大 就开始揉开了 因为你是虚拣 松的 为什么 你揉不开 就是你还是死 可是我这里觉得会碰到他的 因为你 如果他会碰到就是 他的重心不在食指 他是整个手 那个方向有一点错误 我刚刚 你也注意看喔 如果有碰到 那就是出这个问题 刚刚他们是这样 有没有 你也是这样在挖 所以挖不动 事实上他是这样 提起来 提起来 然后直接这样子 所以你的顶是整个下去 所以你是整个靠下去 有没有 难怪挖不出来 就卡住 但是他只是一个食指 如果站姿喔 第一个 封建布 然后这个扶子 这个靠过去 下面的脚 你们稍微注意一下 他是这样 然后低一点 一定要在下面 再高一点 你们常常低一点都在这里 好 所以 常常没有揉到低一点 好 那这一边 记得 你看我的脚 自然就要这样 为什么 我靠过来 这样靠过来 所以这个脚 后脚的位置 就有一点不一样 那我靠过来 就变这样 好 那这里如果揉出来 我们现在开始来念 上下背部 我们就直接 等一下要下手的人 就直接这样按下 这样 我知道稍微讲解 以肩同宽 甚至宽一点点都没有 没有问题 但绝对不能站这样 站开了一定是不能揉出来 这里才是照以前的 以肩同宽 或宽一点点都可以 但是这样 好 然后这样就可以 放松 然后身体靠过去 这个就放 然后顶 顶就是稍微有一点沉下来 这样就可以了 不要揉那么深泥 一下子这样 甚至整个姿势就这样 那我们会犯错就是这样 又 这样就叫压 所以这个肩 这个也要松下来 好 那这样 好 假设这一手按完了 这一手一样 这样绝对不会伤到 你微蹲 微蹲 然后这样 然后到了这里 如果要深沉就是 要 手还是不变 记得 一定都是身体在变 这样就沉下来 这样就很深 如果这样还不够深就是 我现在讲的公斤 这样光 这样姿势就够的巧 这样一定很深沉 你可能不懂得深沉 来 深沉 你深沉 我教你说 如果你放着 他一直说你揉不进去 那你应该改变什么 这样 这样力量就进去 我其他都不变 你看我这样也是这样 我这样就下去了 然后把工具带下来 那这样就很深了 那你少这样 你一直变不出来 就是你用手也错 因为你手就变中压 那你用什么调整都没有 那你就是要把工具调整 很符就是 因为你要带下去的时候 你身体带下去 你要感觉这一点 还有到这里 它是随着你的身体沉下去 而有顶下去的 这里有顶下去的感觉 这样才算数 这样对 那知道什么用力了 这样又没有压迫感 我要的就是没有压迫感 又能揉身 你们幅度确实也是这一次 台北我教他们重新学的理由 以前是大家都这样 这样 那我现在要的是这样 你看 这样的幅度是不是 这个还叫波金 我这一边也做给你们看 有没有 那你们是这样 很小心翼翼的 我要的就是这样 才叫波金 来 幅度比以前大 那速度慢一点没关系 不要再强调速度快 我要的就是要解症 那要解症不是用手的力量 你一出手就是重压 那就会让患者不舒服 是要靠身体去调 那把它 把工具带下去 那因为你手是柔的 所以它有弹性 就不会给人家有压迫感 这样就可以生了 是这样来的 那重压要深层 为什么要这样 因为你这样再轮在地 都按不下去 所以一定要弓箭步 这样 我整个沉下来 有没有 也是用我的身体力量再调 这样就下去 它这样很深 第一个手法不能硬 它开始是用血要放 这样轻轻的放 它放完 那我们再来 再来身体稍微沉一下 那这样就 就完全力量也可以进去 但又很柔弩 还要再深层 再这样 把工具带下去 你喔 现在最大的问题 你大以九十分之一都不知道 对 你这个已经太宽了 你这样怎么按推 那一定要来啊 那来你就有顶下去的感觉 有顶感觉这样 就剥开了 再往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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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好 试试看 这样 我就知道了 出在这里 第一个大家注意它的脚 怎么样 太开了 太开了 它这个脚就已经注定它沉不下去了 所以它现在一直在变化姿势想顶下去 那个都是补救 但补不过来 我只能这样说 所以它一定是在表承 第一个喔 你脚这样你就错了 你脚这样一定是没有力 那如果要用力一定用手去推 那就会变重了 因为你脚太开了 已经注意了 所以你要推得动一定是蛮力的 我只能这样讲 所以我一定要教你们先这样 这样就有弹性 这样才能把这样工具带下来 有没有 这样工具就能带下来 那你们如果这样就不能把工具带下来 那你们只有一个方法 用手的力量压下去 然后来推 所以就变蛮力 你位置又对又很到位 那你现在要学的就是我说的 这个工具永远不使力 你都在使力 来 第一个看 不使力就是放着 然后你要顶 就是用身体开始顶 这个手还是一样的手 顶 然后开始记得喔 开始揉的时候也不要用力 你常常在揉的时候 你就出力了 不是 他只是这样 你看我的手 有没有 只是来回 我又没有用力 没有我只是来回 那你不要想去这样 这样就错了 这样想这样就压了 你已经有意念 然后也传达给你身体 你身体这里已经在实力 你自己不知道 你就这样 这样开始 然后这样 然后就做 对 记得他那个手 翘太高 不对 他之前一定是想压人 我只能这样讲 这样就叫压人 这样 我看过很多 学原始点 学到这样 那你看 如果是 你姿势是摆正 那你看 我这样 那我这里有没有碰到他 根本没有 他顾虑的问题 根本不存在 好 你们注意看 我手已经摆下来 有没有 他刚刚是翘那么高 但我摆下来 他说 他怕碰到 不会啊 没有感觉 最有都碰到 刚又放下来 大家看一下 那表示怎么样 你的身体不够均了 就是这样下去 你一定这样 然后一定这样 然后你不敢下来 就是因为你要压 这样下来就压不到 而且还会碰到 就像你说的碰到 事实上你这样 然后稍微提高一点点 就可以做出来了 而且又蛮稳的 他已经一直在用手的力量 而他不自觉 这样又更证实我讲 就是他 他一边力量大 一边力量小 那就很明显 他就是还是用意念在 想把对方推开 那我说 连那种面头都不要 他其实力量是来自于 深浅是来自于身体 在控制你的工具 你工具只是来回摆动 其他都没有意念 你不要想再用以前思维 我想把人家的筋拨开 然后就用力 一定要用力才能拨开 那个面头完全没有 好 我再看一下 如果你想拨开 他就会变成这样这样去推人家 或是刚刚他这样 他就是这样 好 那这两个都是我不允许的 他只是这样放下来 然后这样很轻柔 然后我只是 这里他没有放开 他这里要放开 他这里要放开 他这里自己解锁 那这里身体轻松 然后他才能这样 很自在 那我说慢 他就能慢 然后幅度大 他也能幅度大 那因为你手没有用力 你的手不会被筋 任何的筋 有些很硬 你一划就 因为你出力 就很快被甩开了 但你没有用力 你会像 你强力将把它黏住 然后就在那里滑啊滑 你绝对不会被甩开 就是这样 这样 因为你没有用力 因为你甩过去 你马上就甩回来 因为那个工具 只是一个来回摆动 所以你一用力 就有可能会这样 然后患者会不舒服 臀部是妹妹的重中之重 那妹妹现在的情况是怎么样 根本不大人份 所以你们不要用我们正常的手法 内息可以 但是记得 他现在臀部是整个一碰就很大 所以我现在按推他 我几乎不用力 所以你们再有想用蛮力或用力 肯定妹妹是受不了 所以手是怎么样 轻放 我这样轻放他就受不了 但这样很有力量 所以我会调整大于90度 有时候我会大于90度 不得已 为什么 大于90度没有力量 我如果90度正确是这样 我身体靠过去 但光这一个动作很多人就做不出来 因为坐姿喔 对妹妹我认为坐姿可以 为什么 站姿可以揉身 但是现在身对他已经没有意义了 那坐姿你们应该有学过 他这一手浮在这里 然后屯能纹对屯能纹 这一手放 然后这里大于90度正确的按法是 这样粗给 直接喔 直接沿着这一条线 我身体是直接 不是这样喔 然后这样再揉 不是这样 你们常常是直接 这样等于手跟身体分开 所以身体不会用力 我是怎样 你看 有一点 往前 又往这样 整个动作就变成这样 所以我是这样 就会粗给 这样90度 我就可以按 我对一般人是这样 我这样的力量又深沉又揉 你们别看这个动作 有时候比你们在按还要深沉 好 那你看第二点 第三点 所以我几乎不用力 那妹妹根本不能用力 所以我现在按她 刚刚真的是标准动作 现在我按妹妹是这样 身体要不要靠过去 没有啦 因为她痛到不血 我变成这样 我那会对屯能纹 这一手放着 然后这个放下去 身体不要 正确要靠过来 然后这样按 不正确按妹妹 大概现在她只能这样 这样就可以了 不要想让她痛到筋一下子揉开 那是不可能 就不要这样尝试 然后舒缓 这里是垂直下去 记得垂直下去 然后我再拨她的筋 我现在常常用这样 这样 这个力量很舒服 好 注意 这个姿势叫压 因为她这里斜斜的 她一定是用身体在压 而非身体的揉劲把工具带下去 这个动作绝对不能出来 她问题要怎么改进 她做得太前面 她臀横纹 你看她臀横纹在这里 对她臀横纹在这里 然后她臀横纹在这里 结果他们两个是屁股对屁股 这个肯定是不行啊 你有压才会重 不用手的力量 她就放下去 她只是手来回而已 你是这样有一点压的感觉 我不是这样 你看我这样 我整个身体已经沉下去了 这里已经化解这个 你这里还在用力 它这里没有用力 所以肩不用力 就是这样 插在哪 你这样 压 这叫压 我化解了 这样就没有压 身体放松 我这里也放松 好 我这来的 你好很多就是你放松 但是你还不懂得身体调到那个底道的位置 是 如此而已 那已经改进很多了 我要你的就是 刚刚上半身帮你用你已经懂放松 但你没有找到一个支撑点 身体调到一个支撑点 这样 这样 这样有一上有 有上没有 因为它压了不 告诉你 你这里 你就用标准动作 你超出90度 你就是用标准的 然后来做 好 这样有 来 大家注意它的身体 它是这样写的 我告诉你们一定要这样 然后一定要出给 好 你再继续楼 这样 我这样就有 还是这次的问题 好 你们在手法上 常常是用蛮理 我去台中也指证他们 有一些悟性比较高的 再揉就不一样 他就懂得放松 被按的人也会感觉很舒服 又能够解症 所以原始点不要给人家印象就是 把人家揉得很痛才叫解症 一般轻重症还好 但对重病患者你这么用力 他热能已经不足了 你按下去 反而造成他热能更多的消耗 甚至受不了 他也会跟你对抗 然后你想揉身也达不到 而且这样用蛮力容易受伤 这也是很多操作者 按了没有多久 手就受伤了 这是刚好这一次去台中 帮他们稍微调整一些知识 这里都有讲评 我就不再多说了 接着再播老师 给领约团队的手法讲解 这个一看就知道他站姿错误了 他按耳后拿的工具是指指 所以他不能站这样 他一定要并容弯腰 那按整骨就可以这样 因为他是手肘 所以要弓腱部 这样站按推整骨下痒就没问题 这上背部按的还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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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上背部按据 就要跟大家帮 talkin画按 太好了 等等 感觉肩部原始点它在按的时候 刚刚放下去的时候 在推的时候好像没有顶紧 似乎有一点靠外侧 感觉这样按推还不够柔 就是它用手肘没有很轻巧 看起来是还可以 但是如果要轻巧那个脚 站姿因为没有开到它要围墩 这个大家注意一下 它下面的脚也弯下去 应该是错误的 它按推的时候 弓箭部第一脚是站对了 后脚弯就错了 这个大家注意一下 这样它用的就不全然是身体的力量 这个我总评就是这个志工在按头部原始点的时候 那个耳后它的站姿是有问题的 耳后工具是食指 膝盖不能弯曲 甚至有一点病龙这样 然后弯腰然后顶进去 那因为拍摄的关系看不到侧面 所以感觉上它好像还是有一点点用手的蛮力 那我们原始点 手不是不能用力 但尽量不要有意念要用力 真正力量是来自于身体 把工具带进去 这一点大家注意一下 那另外它臀部的弓箭部也是站错 第一脚是站对 但后一脚也围弯那就有问题了 第二脚应该是有一点直直的 整个身体靠过去 是这样才对 好 整个总评就讲到这里 好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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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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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很明显是用手的力量 不是用身体把工具带下来 所以这个就是我说的蛮力 但位置看起来都还算可以 他手翘的那么高是有问题这样的角度是不对的 他那个手一定要是放平 然后在身体往前靠 成90度 这个间坠它按推往内的力量好像比较大 也不够均匀 这个都可以看得出来 他还对身体的应用还不够显熟 因为他是采用坐姿 看起来位置都按对 如果要说有缺失 他不懂得用身体跟工具搭配 操作者会很累 然后被按者会有压迫感 如果他要再提升的话 调整身体 然后把工具带下去 手只是来回而已 那这样患者会很舒服 而操作者他也会很省力 这样才能达到两方面都好 这是我对他的点评 这个坐姿 然后这样按有一点手归手 身体归身体 好像还是有一点怪怪的 坐姿按整骨这样的姿势还算标准 但后脚应该要拿到前面来 不要放在后面 这样会更好 然后身体整个就可以靠过来 他按颈椎这样看起来还不错 像背部同侧这样按是可以的 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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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错 好 这样顶是没有问题 但看得出来它肩部原始点 在跪姿的时候 还是有一点点蛮力 感谢观看 很显然这个间椎按的位置 有一点太靠外 所以它根本没有顶进去 然后手要稍微翘起来 这个志工除了间椎按推位置跑掉以外 其他的位置大部分是没有问题 但是身体跟工具怎么搭配 看起来还有带加强 有时候看起来没啥问题 但是被按着它会感受更清楚 所以如果能够被我按过 然后再由志工按 那这样两者就可以很快比对出来 好 这个志工我就评论到这样 好老师那我们今天实作教学的视频就播到这里 那我们接下来继续原始点手法三 原始点手法三 三 箭椎 臀部原始点 箭椎部原始点位置 如图中红线所示 四指并拢 以食指 压底骨中线上 令其根部与尾骨对齐 此时小指尖上方之位置为参考点 再从此点微调 找移压线点 若在此点向上 向内顶压都碰触到骨头 则此处即为间锥原始点最高点 由此点垂直下行 止于坐骨 涵盖范围 下臀 箭椎部原始点最高点以下 臀横纹以上 及其前方小腹 如图中棕色区域所示 由赵信荣医师提供 箭椎部原始点 小腹 尺骨 箭椎 箭椎部原始点最高点 下臀 臀横纹 尾椎 尾骨 臀部原始点 臀部原始点位置 如图中红线所示 在臀部上 左右对称 呈微字形 以拇指 从外侧的 恰骨上沿 向内 微向下 顶到骨头 即以此骨旁 为上端点 下端点 位于 尾骨旁 此两端点 紧贴骨旁的连线路径 即为臀部原始点位置 从臀横纹 及腹骨勾以下 至 踝关节下沿 小腿肚除外 如图中 淡橘色区域所示 臀部原始点 腹骨勾 大腿 膝 小腿 足跟腱 足怀 内怀骨 臀横纹 小腿肚 足跟腱 踝关节下沿 臀部原始点 臀横纹 腱骨 腱椎的按推方法 手掌 掌心要向内 不管是站姿或坐姿 然后有一点提高 然后直接顶进去 那方向就如图所示 那我们来看臀部的图表 那个红色的V字形 就是大开关所在 那它管理的部位 就是整条腿下来到脚踝 但小腿肚 不属于臀部原始点 所涵盖的范围 小腿肚是由上背部管 那我们来看按推的方法 就是臀横纹对臀横纹 然后掌心向上 不要翘得太高 有些掌心向上 然后拿得高高 好像照镜子这样 这个肯定是有问题的 所以它一般是放平的 然后身体往前往外靠 这样就可以按得出来 这样才不会有压迫感 好 我们再来看下面 膝盖上方特殊点 主要涵盖膝定骨 亦有助于膝关节 有内外两处 分别起于膝关节上方骨旁 延距大腿前面正中线骨 膝开四指宽的内侧肌 与三指宽的外侧肌 上行各约半指长 膝盖上方特殊点 膝病骨 这里两个红线 只能解决病骨的问题 膝盖骨的问题 说明这肯定是小开关 类似我们现在说的 患处的压痛点 后来我其实也很少用 只要膝盖痛 不管是膝病骨痛或 内侧外侧 只要按臀部就可以解证 所以我后来就很少用 但大家也可以参考 如果病骨痛 按臀部如果效果不是很好 你们就可以考虑 是不是在病骨上沿这两条线 按按看 应该可以找到压痛的 效果是不错 好 我就补充到这里 四 怀 足背部原始点 怀部原始点位置 如图中红线所示 分内怀 外怀两处 前者为主 后者为腹 原始点在内外怀骨下缘骨缝处 各呈开口向上的半圆形 内怀还可沿股后侧缘 向上延伸 约一时指长 涵盖范围 足背内外侧 约以足背中线为界 即足底中后端 以通过内外怀间的垂直截面为界 后端即足根部 如图中粉红色区域所示 在进一步细分 以内外怀间正下方的原始点为界 将内外怀原始点分为前后两段 则涵盖范围 足底 前段 中段 后段 怀部原始点 后侧及后侧上部 内怀骨 足背外侧 足背 足背内侧 足指 涵盖范围 内怀后段主管 足根部 外怀后段 否知 图一 内怀骨 涵盖范围 内怀前端 主管 足底中段 即足背内侧 图二 内怀骨 足背内侧 海盖范围 海盖范围 外怀前段主管 足背外侧 并辅助足底中段 图三 外怀骨 足背外侧 图表它就是涵盖范围 内怀这个开关 就可以管这么多 足底 从中后段 然后足背部也可以管 那细分 我们来看下面的图 第一个 内怀管的是足底 后段 那内怀如果按推没有效 也可以考虑 外怀相同的位置 足底痛大部分都是在内怀 有极少部分内怀没有效 我们才考虑按推外怀 好 那我们再来看第二个图表 这个是足底的中段痛 它属于半岩签的前段 这里管的不只是足底 而且还管足背 那我们看图三 那个半岩签 大家要注意一下 怀骨的岩签 它画得太多了 再去掉一半就对了 等于怀骨正中央 去掉一半 那只要靠前沿的 就可以解决足背部 不用到按到半岩签的后面去 它外怀管的是足背部的外侧 按推的方法 一般是用食指法 有时候食指按不进去 也有用手肘按推的 有时候食指太重的时候 我用顽骨 也可以顶得出来 会比食指力道更轻一点 所以法无定法 在临床上应用我们的工具 要善于灵活变化 我们接下来看下面足背部 足背部原始点位置 如图中红线所示 位于足背 共有四条 每条起于两指间的接合部 向上 经过两指指关节间隙 再沿 指骨缝 隐状级 上行至其近端而止 涵盖范围 足背部原始点 向对应至足底前段 至足指 如图中蓝色区域所示 足背部原始点 足底 前段 中段 后段 足背 足指 足底前段 到足指 脚指头 都是它管的 从指缝按推开来 一直按到足背部 碰到骨头为止 管理的症状还蛮多的 像痛风 痛风 都是在拇指上端 内侧骨 有时候会肿大 肿痛 那这时候 按推足背部 原始点 就可以结证 好 我真的就讲解到这里 5-肩 肘 手背部原始点 肩部原始点 肩前 肩前 顾前 侧胸 上臂 至肘关节上沿 如图中 绿色区域所示 肩部原始点 肩胛骨旁内侧 特殊点 肩胛缸 肩后 肩后 肩颜 肩颈结合处 肩颜 肩后 肩后 肩颈 肩颈 肩后 肘关节 肩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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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臂 肩颈 肩颈 肩膏股旁内侧特殊点 肩颈 肩胄 肩膀内侧特殊点 有强化上背部 即肩部原始点的作用 分布在肩甲内侧圆边上 如图中内侧弧形红线所示 上端起于肩甲上脚骨旁 下端止于肩甲最下脚骨旁 肩部原始点就是一个道流行 它涵盖范围看图就一目了难了 但问题要找到肩部原始点 就有一点困难 事实上我们的肩部原始点 那个直线一定是在骨头上面 你放下去不会手肘就掉下来 这个才是我们的点 这里常常有人找错位置 请大家注意 而且肩部原始点那个直线的 是从腋下对过来 有些人都按到太下面 这个也是最容易犯错 我认为按推肩部原始点 还是要用跪姿来做 会是比较好 比较能够按推得到 所以肩部原始点 大家可以参考影片中跪姿 采取跪姿可以按得更好 这里还有介绍到肩甲骨内侧颜 为什么肩甲骨内侧颜 有存在的必要 第一个肩部原始点 还有上背部原始点 它刚好介于两者之间 它可以补足两者的补足 比如说乳头痛 对过来从后面找 刚好就是在肩甲骨内侧颜 所以有时候当肩部原始点 或上背部原始点 没有办法解症的时候 我才会用一下肩甲骨内侧颜 但说实在 临床上我现在已经很少用 它的按推方法如图表所示 我们是用手肘的攻击 掌心向上 好 那这个肩部原始点 我就补充到这里 肘部原始点位置 如图中红线所示 起于肘关节上方前侧 凹陷处 沿肛骨向上行约一时之长 少数患者 还可能再向上延伸 涵盖范围 肘关节以下 包含手肘 下臂 手腕 掌根 手背 如图中灰色区域所示 肘部原始点 手肘 下臂 腕骨 肘关节 手背 手腕 肱骨 好 那我们来看 按推的图表 按推的图表 一般我采取的是十字法 最好患者能够插腰 操作者一手往下 由下往上抬 我们的工具 才能够由上往下压 形成一个对抗的姿势 那这样就可以按推到很深 然后这里要注意的是 手一定是用前头上下 跟我们在按耳后 用前头法 它是左右摇摆又不大一样 其实我还会用另外一个手法 就是用腕骨 腕骨你直接顶进去 然后方向不要垂直的 而是左右 顶进去之后左右按 也可以按得很深层 我一般会十字按完之后 再配合腕骨左右按 这样按下来效果特别好 大家可以参考一下 另外找法 有些人会找错 大家有没有注意 那个红线是在手背部 它插腰靠近前面三分之一处 而不是在背部后面的三分之一处 有些人会揉到后面去 也不是中线这里 它是比中线更前面一点点 所以我把它画成三等份 约列在三分之一靠前面的位置找 然后记得第一个起点是在凹陷处 骨头刚好有一个阴嘴凹进去 你顶到那个凹进去处 那个就是起始点 然后再沿着这个往上一直线上来 约一时止长 那这样整个手肘就来按推 我特别说明到这里 手背部原始点位置 手背部原始点分为两处 一处位于手背 如图中红线所示 共有三条 每条其余两指尖的接合部 向上经过手背的两掌指关节间隙 再沿掌骨缝 引撞机上行 至其尽端而止 团盖范围 手背部原始点 向对应之手掌心 至手指 如图中黄绿色区域所示 拇指 拇指 拇指原始点位置 另一处拇指原始点 如图中红红线所示 位于大鱼记外侧 近拇指 腕掌关节处之 掌骨根部 紧贴骨旁 盒盖范围 拇指第一二指节 如图中黄绿色区域所示 拇指原始点 大鱼记 拇指 好 那我们手背部原始点 就是这三条 四指的问题 都可以在这三条开关找到 那它涵盖的范围 大家看绿色的 包括掌心 还有指头 这个应用非常广泛 很多类封式性关节炎 手指头都会变形 事实上有时候早期一痛 你只要把开关找到 按一按就结束了 这个问题不难了 所以手指头痛 包括我们常常打球 扭伤拉伤 要善用 另外要注意的就是 手指头码 我们当然也是 从影状纪 这三条开关按推 但我看了临床上 很多指头码 事实上要解解码很容易 只要在这三个开关 按一按 那个事实的手指头码或指尖码都可以解除 但要注意 有些患者他会握前出力 然后竟然越握前越码 然后患者就越紧张 越握前 这个手指头码记得不能做一个动作 就是握前出力 这个动作尽量病 你可以把手指头往外扳 绝对不能握前这个方向 这个特别提醒 好 这个是四指酸痛跟麻的处理方法 我们再来看下一个图 它刚好就是只有一个点 那这个点怎么找 就是沿着拇指侧边跟鱼记 往上一直推到鱼记 边沿骨肉交界处 那这个他是用食指法 然后一手固定 另外用食指切紧红点 然后往下拉 然后直接从骨肉顶进去 这样才能解症 那这一部分我们影片都有 很多人拇指处理不好 就是位置找不对 好 这些就是我的补充 那我们今天的课就到此结束 我们下个礼拜见 再见 好 谢谢张医师 谢谢大家 我们今天的课就到这里结束